現時從海外和內地入境本港 接種疫苗要求未看齊 內地內港無需打針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 兩者考慮不同 又相信免檢疫通關後 不會對本港醫療造成負荷 其實都不只是香港擔心內地 內地都擔心香港 其實是雙面 因為見到香港 你現在每天都兩萬宗 香港都不是沒有 所以我覺得一個情況 為什麼我們最後決定 要用核酸檢測呢 我們覺得核酸檢測是相對很準的 如果核酸檢測是陰性 他才來香港的話 他說又接著進來 他又要去我們的醫療系統 那個機會就很小 如果這個陰性的時候 他再要求他打兩針的要求 這個未必是太有需要 第二就是說 其實在內地打了針的人都很多 在海外來香港的旅客 他現在都不用做核酸檢測 但是我們內地就要 所以你不可以說完全一樣 去決定 這個 prohibited 我也要在公 señor 也捨不得 因為那就是